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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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77到87年 台灣電視圈掀起 一股戶外遊戲的熱潮 其中恐怖的魔王們更是 令參賽者們文之可變 康熙今天邀請到尾念山的大魔王 還有兩位見證人小空和薇薇 又和大家一起來了解 魔王們的真正面目囉 康熙今天邀請了五位不同時期的魔王 我們一起來歡迎他們 請擺出你們的肌肉POSE吧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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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 你也太為難同時期的魔王 楊熊大哥還是肌肉很厲害 好厲害 不行 我想再老了 50多嗎 對啊… 你也50多了 可是你肌肉不是真的啊 沒有鬆掉啊 其實還好啦 因為本身我還在開健身房交交學生啊 像家豪就是我的學生啊 可是他這樣不會太誇張嗎 他現在是中華民國的國手 健美國手 在參賽的狀況的話他很棒 可是你走在路上 難道不會太誇張嗎 就你私生活會不會很困擾啊 有 因為他這樣走在比如說街頭 對啊 如果穿T恤不是就 會看起來很大隻 其實衣服穿起來是還好啊 OK 還好 好 那 就他這種身材做任何事都會 吃麵 等公車 因為太顯眼是不是 就真的放鬆就沒有 對啊 他可能比如說 在挑衣服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說幹嘛擠其中 就不合理啦 你的手背的肌肉 不擠的時候可以 變成什麼樣 還是很大一塊啊 現在是放鬆的 現在是放鬆的 可是他合不起來耶 康永哥 他一直都有肌肉卡在這裡 所以就合不起來 所以他沒有辦法夾一個公事包 在這邊會掉掉對不對 他沒有辦法當一般上班族 這樣 這樣嗎 有啦...他這邊也稍微可以夾 OK 所以請問洪心寶大哥 是魔王嗎 對 魔王兼工作人員 好可愛喔 那楊兄大哥他跟你同時期嗎 沒有 不同時期的 我是最元老 最早騎 那時候我們最早騎的時候 白戰百姓最早騎是在哪裡呢 是在浦興農場 可是洪心寶看起來 人很和氣的樣子 對啊 而且都不像我 這樣會是沒有 對啊 所以你走什麼路線的模樣 因為之前 老闆說 那你早晚走這麼久 找不到你們就工作人自己下 所以你的長項是什麼 什麼 就是 比如 就追逐的遊戲 你不是故意把眼睛瞇起來嗎 他不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的效果嗎 那第一位 江先生 江先生 也是我們白戰百姓那時候 我那時候白戰百姓有分兩個 一個白魔王跟紅魔王 我是演紅魔王 白魔王 白魔王就叫學生來上 OK 對 是這樣 所以江先生是你的學生 江先生是你的學生 也是我的學生 楊大哥 其實如果要說老的話 那個江先生的肌肉 算是比你鬆弛耶 是鬆弛啦 啤酒是鬆弛的 江先生說 你的肌肉怎麼了 最近才開始慢慢在動 你多久沒有練肌肉 我差不多有一陣子 四 五年沒動 四 五年了喔 對 我最近才動半年吧 不練就會變成這樣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也要開始練的意思嗎 不是 練健康 是為了活下去 不是為... 不是為了這樣 那S 你 你可以到劉東豪旁邊站一下嗎 OK 好 不會吧 這樣也是魔王嗎 好可愛喔 真的是不同的名字嗎 他是什麼 精靈吧 這是做觀眾開心的嗎 對 算... 然後故意讓他們過關 你在今天的魔王裡面 是什麼備份的 你也是第一期的嗎 我是跟洪金導師一起 同一期進來的 好特別的搭檔 第二代 對 OK 第二代魔王就是走不同體型就是了 對 高來胖瘦嘛 你那時候不是還紅到要請別人 幫你設計簽名嗎 因為他那個小時候好紅喔 劉德華 你記得他 對 劉德華 那個是找公司的美工 幫你設計簽名 對 為了裝...就是為了要有明星的架式 是不是 對 我也要給人家簽名嘛 所以你走在路上 會有很多民眾找你簽嗎 有 很多 可是你最近不是被拍到一個 很離奇的新聞 什麼 說你穿女裝走在路上 沒有 那是 那個是他們裡面的人要我穿的 這樣走出去拍照 說我有效果 我平常都可能穿這樣出去 你說製作單位的人要你穿的嗎 那個 製造一點新聞出來了 所以沒有這個習慣吧 穿裙子就已經很誇張了 還好 你是說只穿裙子不穿洋裝嗎 我的意思 對 有差嗎 裙子 有差 就她不會穿你這種一件式的 她只是穿裙子 但相半身還是搭配一些 比較男性化的T恤 對 因為一般正常的衣服 然後裡面當然還是有褲子 有長褲啊 短褲啊 對 了解 原來是時尚界人士 有差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好 歡迎薇娃娃娃怎麼做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還有兩位小美女 我們歡迎小柯還有薇薇 歡迎兩位 好帥 薇娃是 薇娃妳跟魔王相處的經驗是 我是現在的百戰大勝利 然後呢 主要主持群就有憲哥 小鐘哥還有克帆哥 那我們兩隊都各派一個女隊長 一個是我 就是薇娃 然後另外一個是小禮王子 然後一次工作應該很倒楣吧 不會耶 我現在很樂在其中 不敢了 我以前最討厭的節目就是百戰百勝 其實我一開始去見到 我為什麼討厭百戰百勝 因為就是要下水還要坐車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下水起來就弄乾 還要再玩下一個遊戲 就無止境的 百戰百勝要去哪裡 以前在雅各 雅各花園 在台中 從台北過去 對... 然後大家都要很早就出發嗎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早上錄影的話 一大早大概七點... 八點多就開始錄了 而且你知道那水很髒耶 水很髒 對啊 都會有黴菌還是那種什麼 那種什麼海藻之類的都生出來的 掉到水裡去之後 就是要再弄好以後再玩 對 就是會有救生員 把你弄上來之後 然後你再補粉什麼的 然後繼續玩下一個遊戲 根本就不能補粉 沒有補粉 因為就是撥妝 只是差一差而已 所以冬天這個節目不需要停嗎 沒有 就是大家一起冷死啊 冬天 是掉水會冷是不是 冷翻了 可是夏天不會被曬到快要中心 夏天的話還好吧 夏天的話如果說 你就是曬一下子而已 但冬天是特別特別辛苦 所以冬天主持人會不會說 就由你們魔王下水 他們主持人就不下水 沒有 像以前我講實在 其實我們以前在節目 我們擺在滿身那時候 受視率很好的原因是主要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不曉得 其實這裡面都有設計的 像什麼 像比如說有個角色 有一個人我看到一個人很壯 很胖的一個人下來 我說我就跟瓜瓜講 我說瓜瓜 等一下妳要下水 他說為什麼 我說那個人下水 他撞到我身上 他撞我的時候我就故意撞到妳 那妳要不要下水 我這樣好啊 然後麥克風怎麼辦 麥克風沒關係 妳要下水以前 好可愛喔 真的不要講 為什麼妳講 因為很多觀眾 虎瓜 你叫虎瓜瓜瓜 瓜瓜 我跟他很熟 因為路人撞到你 你就撞到虎瓜 虎瓜就下水 對 他下水 那虎瓜為什麼不說 那路人撞到你自己下水就好 但是妳要曉得 因為只要是我們主持人下水 或是我們魔王下水 收視率一定爬到最高 所以為了收視率 對 為了收視率的關係 那他下水他一樣很狼狽啊 那沒有關係啊 因為收視率好啊 因為那時候請講實在 光光他是滿好善良的 所以楊雄大哥 如果現在我拿一桶水來 從小一次頭上 大家去收視率會好嗎 這個我覺得 好想看喔 如果說 如果說妳真的是上人座 妳把這預告打下去 妳看有沒有人看 收視率不好 妳找我 楊雄大哥叫我做欸 對不起 找妳 然後咧 請問妳會提供什麼樣子 那妳有說到什麼樣子 她去前輩 她去前輩 我們這樣聽前輩的話 楊雄大哥我懷孕 人家收視率應該會更好吧 那等一下妳上去 然後她用這個狀態 如果等一下叫江振貴 所以那時候妳做建議主持人 就會聽 因為那時候我們當初都有設計好 很多東西 但他們工作人員有的人 他們都不曉得 真正知道就是有時候 我們都會講 好像瓜瓜就說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 OK 那就叫Coming One 妳就抓這個鏡頭 所以以前為什麼 我們在拍百戰百勝的時候 那鏡頭出來都很漂亮 然後導播又把它弄倒帶 搭…摔好幾個跟斗這樣子 都是這樣做出來 所以你們都覺得很好玩喔 很好玩 可以錄那個很痛苦嗎 因為要曬太陽要下水 其實我講實在 你把它當做一個 很愉快的事情來做的話 真的是很好玩 有時候我們每天 每個 我們那時候是兩個禮拜錄一次 一下去就是三天 男生比較不在乎吧 你們每一個女生真的 對 男孩子比較不在乎 你們每一個人都覺得很好玩嗎 真的 大家都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而且還可以減肥 可以常好玩 對 特別有很多女藝人 上那個節目會曝光 有 有 小Call妳站出來一下 我看看妳今天穿什麼 所以妳說 就算曝光妳也不在乎喔 不在乎嗎 露點耶 不會露點啦 我都做好那個防護措施 妳是貼胸肩嗎 對啊 而且看到胸肩也會有點糗耶 看到胸肩很丟臉啊 但是我有時候如果是去玩水上遊戲 我都會穿兩件比基尼 對 很多女藝人來都會穿兩件比基尼 所以基本上沒有曝光的那個可能性 所以妳還沒有曝光過 還沒 但是我看過別人曝光 如果是女明星上你們節目穿這樣 就擺明的是要來曝光的時候 所以妳看過最嚴重到什麼程度 最嚴重喔 她胸 胸道都被打掉 然後裡面就是 裡面就跑出來了 沒有貼胸貼或什麼的 沒有貼 我們看到的是同一個嗎 你們兩個年代差那麼 我們是同一個節目喔 我們是一起擺在大勝利的 妳看到的是誰 Model 對 也是Model 所以露出來之後妳就猛看嗎 沒有 大家都在看擋住我了 而且那瞬間真的很奇妙 就是大家都會一起 然後那瞬間就一下大家都凍結 然後就會開始有男藝人 就譬如說那時候我們是NO哥 然後NO哥就整個就很好心 趕快跑去那女人面前就擋住 剛好懷疑那說 不會 他就跑去他前面就擋住 不過我覺得他在擋的時候 他會不會也在順便來往下看 以前楊雄 妳那個時候沒有這種 其實我講實在 以前我們那時候露得比較嚴重 真的嗎 因為那時候他比較沒有做到 現在女孩子會貼胸貼那些 像以前我們抱 我們有時候女孩子要下水 我們也抓住他 抓住他的時候他就半空中 他有時候就露出來 露出來有時候 但是我們講實在 很多觀眾在看都會 很大聲地叫 但是我想實在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限制 他那導播 攝影師他們都會把它剪掉 可是你自己看了就很高興啊 對… 常常有時候都會看到這個東西 以前不可以打馬賽克 就要直接剪掉 直接剪掉 以前電視啊 以前電視他就像這種曝光的 或是露出來或什麼 他都全部都剪 寶薇現在呢 現在是打馬賽克嗎 現在打馬賽克 而且都會剪成那個前一段的預告 就是曝光了... 然後那一段收視率就好好了 所以一曝光就比較高收視率 OK 那小孩子在你們節目 都沒有走過光嗎 我記得他那時候有上的時候 好像有摔過 有摔 因為我們以前上的時候 都會穿牛仔褲配T恤 就是走光的機率比較小 可是這樣製作人會不會不高興 還好吧 他們要就是年輕女生在那邊尖叫 OK 只要尖叫你們就很開心了嗎 總共去過幾次 好幾次 還在那個就是大廣場上 大熱店那種 妳看起來很開心啊 沒有 就強顏歡笑 還在那個大熱店大廣場上 那個妝完全都脫了 就東一塊西一塊在那邊錄單歌 是不是 唱我們的新專輯的歌 然後旁邊都是那個民眾 在那邊圍觀 為什麼都是妳在玩節呢 就是會分配不同人玩不同的 輪流這樣子 所以妳都玩比較慘的嗎 也沒有 她也很慘 真的 對啊 然後妳們兩個不會回去抱怨 說不要再來 所以如果那個宣傳說 下禮拜要上百戰百勝 我們就會說 不要啦 可是不可以 他們就是收視率很高 上了效果很好 所以任賢其 這些大明星都得上啊 對 以前那時候大明星很多都上過 玉女明星應該沒有吧 玉女明星啊 以前像有像什麼 周慧銘有嗎 周慧銘 我不相信周慧銘跟楊菜 你會去玩嗎 她像以前有唱歌什麼 一個什麼 陳明 陳明珍 陳明珍 她陳明珍那個外號叫堆堆 堆堆小姐 為什麼 陳堆堆嘛 就問她會堆堆堆 真的嗎 桃子也有趣喔 桃子也玩嗎 桃子有 所以大家都是為了要 可以播歌是不是 對 去的人都想要有播歌 然後他收視率非常... 我們那時候收視率非常非常好 所以去的人都有 都會上那個節目 很想上那個節目 所以你們是玩到怎麼樣 可以換到播歌的機會 沒有 就你去上 他就有機會讓你會錄一首單歌啊 或者是 就是在現場唱 可是妝都花了這樣 都花了啊 然後頭髮亂七八糟還在那邊這樣 就一切都很不合理 丟臉 這樣會對唱片銷售有幫助嗎 好像有 就是知名度會有 可是銷售我不知道是不是靠這個 那現在還有人願意為了換這個播歌去 現在已經沒有播歌了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發片歌手還是會 對 讓小Call去玩就是去玩嘛 對啊 就是去玩 就為了曝光 所以沒有要幹嘛 就是為了讓大家更認識我 那就走光啊 OK啊 但是就沒有這機會啊 每次如果太不自然也不太好看 就是你喜歡的明星嗎 沒有 是說 假如說我帶過 比如說我玩遊戲有把她帶過去 她又給我簽名照片 把她帶過那個關卡是不是 所以她是明星我唯一有帶過去 魔王不是專門欺負人的 魔王也有幫助人 不是 我是可愛的 魔王我想實在 她說我們在 我為什麼在擺在滿身邊 我們到現在還認定我們這個角色的用 因為那時候我最記得一個好漢坡 好漢坡那時候我們當人肉墊子 我們趴在那個 因為那個好漢坡大概有 大概有20尺那麼高 我們墊在下面 我們在下面頂著他們那些參加者 他們爬到我們身體 然後爬到上面去過關 然後明哥會覺得你們人很好 對 所以老百姓家 有的人參加 因為有時候參加隊友他有分 以前那時候百戰百勝分的時候 女孩子他有規定要有多少人 他不是說全部都男孩子 他規定有一半的女孩一半的男孩子 然後最好就是女孩子多一點 男孩子 因為他喜歡 你要摔下去糗的樣子 他播出來就收視機會高一點 你們是不是走在路上 會有很多民眾叫你們表演抖胸肌 會啊 都會啊 也只有叫楊雄跟他吧 因為… 因為我講實在 以前我那個就是招牌 像我那時候參加 你在節目裡也要抖胸肌嗎 有啊… 有時候一出來就是跳右跳左跳 然後就是… 現在還會嗎 現在會 而且我們現在有一首歌 妳跳出來我跟妳要做什麼反應 好的 開始了 忍耐 為了幸福…忍耐 憲哥就會故意唱這個歌 然後讓他一直抖動他的胸部 要這樣玩多久 有沒有 這樣抖不會抽筋嗎 不會…我只是出力而已 妳就一直照那個節拍抖 照的節拍抖 而且他一邊玩遊戲 有一個單槓的遊戲 然後他可以一邊玩 然後一邊忍耐 胸部還照樣在那邊抖動 反而是妳可以唱那個 妳廣告裡面那個切切切嗎 那個… 那比較難一點 真的嗎 她會趕不上嗎 妳最快可以抖到哪裡 好厲害 對 切…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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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楊雄大哥也要抖 也是一樣 這是我的招牌 那 所以路人看到你們會要求這樣嗎 會 絕對會 那你也會被要求 他們只要求我脫衣服而已 在馬路上脫衣服 對 他們要拍照 那怎麼辦 他說我說拍照可以 然後他們就說能不能脫衣服 那你會答應嗎 我就說能不能不要 很多人 就在街頭耶 最後就是不要玩具了嗎 就 這樣露露手臂這樣子給他們拍 如果是小柯他們 這麼漂亮的女生呢 那應該會要 然後躺在你的胸前 我們一起拍照照片嗎 如果是漂亮的話 家豪會要 我幫他回答 真的喔 漂亮妹妹可以 楊大哥 你不是說你那個年代 還會有女生主動送上門嗎 有喔 也是有 是哪一種情況的送上門 其實我講實在的 我在拍百戰百勝的時候 30多歲嘛 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最上次 最帥的時候 最...最完 那時候算是 還是有女孩子 可以貼上來找我們 不要講過去了 講過去 我老婆會翻臉 太怕了吧 對啊 不是啦 橫青寶應該也是個玩咖吧 你賞咖 幫誰 幫他們安排 天使 真的還假的 那妳整個班嗎 不是 我要聽這個內幕 我跟你講 他就不要這個 不要打... 快點... 他講這個37R 那我就要講什麼 我講實在的 因為也就因為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所以變成有人 某些人呢 出了很多狀況 你知道嗎 好 紅心寶 我們不為難你就是說 我們說的是正確的話 你就說對就好了好不好 所以是 就是說主持人大哥會要求魔王 去替他跟女明星 跟天使是不是 跟小天使講 吃個飯而已 吃個飯 可是你們當時都住在外面 應該偶爾會去房間玩玩玩 那就會被抓啦 為什麼 他們藝人會找別的飯店 免得說有閒話出來 主持人跟工作人員好像住一間 然後藝人住另外一間飯店 對 所以魔王也會跟小天使 發生一些曖昧嗎 那我跟妳講 那不可能 因為我講實在 那個百戰百勝那個天使 太多人搶著排隊 這一點不誇張 當過天使有哪些人 好多喔 我知道還有楊乃文 好多 對 而且是這幾年 就突然有人調出那個 當時的畫面 說楊乃文以前當過小天使 而且是很開心 在那邊就是大笑什麼的 是High的天使 對 我就覺得好奇怪喔 我也好想看 那你有看她的照片嗎 范范當過天使嗎 我看資料上范范好像 有當過小天使 非常非常多 那 以前那時候她又有選 中國小姐 楊宥蘭 楊宥蘭以前也都有參加 六月有嗎 六月好像也有上過 所以小天使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她是每一個禮拜換一個 所以薇薇現在算小天使嗎 算女隊長 就有小天使啊 不一樣喔 我沒有去摔飯店 可是妳不是也跟主持人交往嗎 我哪有啊 妳不是跟馬國畢嗎 什麼時候才是 妳明明就跟馬國畢在一起 我哪有啊 妳才懷孕吧妳 妳懷孕喔 妳懷孕 我真的有第二胎耶 我有存期待姐喔 沒有啦 那就是真的長輩就照顧 她想要什麼叫馬國畢 馬國畢不是還在節目中跟你怎麼樣嗎 那節目已經播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告白啊 我沒有不喜歡畢哥 不過我就覺得 現在我的演藝事業才正開始發達 所以我要好好顧一下我的事業 妳這樣講馬國畢現在看到節目 不是在哭了 畢哥妳不要哭 而且說實在主持人 談戀愛也沒差啊 可是畢哥其實不是白戰的主持群 他是很常來上 所以妳是嫌棄人家 不是白戰的主持群 不是 我不是 馬國畢哪一點不好了 妳要這樣否認 我沒有 楊雄大哥妳自己便利還這樣 什麼關係啊 人家馬國畢也是很努力的一個藝人 對 馬國畢很努力 馬國畢很努力 她是個不錯的藝人 我們現在拽起來了 我沒有 我看到我的尾巴 我把它拔抱一手 妳翅膀好硬喔 沒有啦 真的 所以妳 妳現在幫妳撐腰的人是誰 幫我撐腰 對啊 女隊長背後是誰 女隊長又靠著我玩遊戲的實力 對 為什麼小CALL當不到女隊長 妳就當到女隊長 待會我們玩遊戲 妳就知道我的實力在哪裡了 那我們要好好PK一下囉 上去 上去 妳不要再給我上去 快點 復打 快點 這個是現在還存在的遊戲嗎 現在有嗎 可是現在是在那個水上 怎麼會就會掉下去 楊雄這個遊戲叫做 羅馬競技場 然後 要先立竿 先立一下 先立竿幹嘛 打招呼嗎 妳現在就是感覺這樣有公平的台詞 然後要敬禮嗎 不用 不用那麼客套 然後可以直接就 妳現在就可以拿槌子敲她頭嗎 是啊 就是 小朋友 來了 妳輸了 好 等一下 剛才應該攻擊哪裡比較正確 其實攻擊腰跟下盤 妳可不可以鎮定一點 妳上去 然後不要衝動兩個人 好 所以 就 不是 先 攻擊哪裡對方最容易失敗 下盤 為什麼不打頭 因為頭妳要舉起來的時間 他已經攻過來 沒有 他有規定 不准打頭 完全不准打頭 OK 如果你攻下半過的話 他會比較多穩 然後他就會掉下去 那為什麼剛才妳輸了 因為我剛剛很想打他的頭 太陽哥妳叫魔王互歐 叫魔王互歐 不是 小Call現在贏了 所以他可以 真的假的 好好輸喔 很酷喔 小Call妳要選誰 好 楊大哥 小Call妳膽子太大了吧 竟敢直接挑戰 元老級大魔王楊雄 掛開這皮要攻擊一點 小心別受傷 妳怎麼打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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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打人啊 妳怎麼打人呢 妳接到身上 不是貼到身上 沒有 貼到身上 妳要被推薦 好 那妳挑戰一個魔王 厲害的 S 妳指定好啊 Asia妳指定好啊 Asia Asia 阿嬤 阿嬤加油 阿嬤 她是她學生一定會害怕她 她已經 我跟妳講 OK 好 打阿頭… 兩代對決 會嗆聲嗎 要互罵嗎 來 互罵一下好了 罵她老人 罵她老人 回答… 妳別以為妳很屌啊 這件是什麼 二頭雞嘛 妳剛剛兩個是在疑問的 疑問劇情 怎麼那麼沒報警 還是要宣布開始 好 預備 開始 我講實在的喔 玩這東西是有技巧的 對啊 你很弱耶你 我講實在 不是 不是弱 江豪是不好意思打師父 有沒有 他最好爛我一點 應該的啦 應該的 那個江仙春應該也滿厲害的吧 他也算滿厲害的 來 江豪跟他玩嗎 加油 白魔王 要先吵架喔 要兩個人先吵架 要先吵架是不是 可是我剛剛看他 那個胸肌還是很發達耶 對 是合理的身材 等一下小魔王有什麼話要說 是的 我們要先來嗆聲一下 對 小魔王有什麼話要說 幹嘛聊天啦 你幹嘛 你幹嘛那麼誇張 對啊 他幾天沒看到他了 他是我師兄耶 你不要聽這個 好幾年就放馬過來吧 我久不見到他 看到他現在不見到 我怕你 還要下酒菜喔 麻煩了 那年輕人的時候 這樣竟然是小小的 小時候他就是我的偶像 我要哭太感人了 那還要比嗎 怎麼會走錯路線 阿嫂加油 預備 開始 阿嫂 阿嫂 站好… 好的 現在我們阿嫂要出圈了 還是滿厲害的 兩個實力差不多耶 而且白魔王的腳步其實是很穩的 加油 白魔王加油 加油… 加油… 臉被冒動了 可能要一個小時候囉 白魔王還是很厲害耶 還OK嗎 可以… 現在還是要是老的辣嗎 也不是這樣說 可能是 你又被彈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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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兩位 謝謝 他也不是這樣說 還有那個是你的彈心 所以健身界是很重視那個倫理 是不是 楊兄 你們以前教學生有 其實我講實在的 我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可以給學生一個觀念 我們運動的人要尊師重道 一定要有倫理 所以說我講很坦白 可是武俠片裡面 不是都會有徒弟攻擊師傅嗎 那個戲裡面是這樣子 OK 阿貴剛剛說他以前真的個子很小嗎 對啊 瘦瘦子 所以家豪曾經是瘦子 他以前才六十幾公斤 真的啊 你以前就曾經是一個長的 就是一般人的樣子 對 就是很瘦 比一般人還要瘦 有比劉德華瘦嗎 差不多 比他胖 比他胖一點點 然後怎麼可能會練成這樣 他以前那時候 我講實在這個就有歷史了 他剛好來練生理的時候 我開健身房 他來我這邊練 也是一個機員 剛好就訓練他的時候有 我們那時候那個健美協會 有那個蛋白跟基酸配合 他那時候一天 他很可怕 他一個月吃九罐的蛋白 跟兩罐的基酸 正常人應該吃多少 正常人沒有人吃那麼多的 所以吃那個是合法的是不是 是合法的 可是他那個身體不會影響到 腎或肝嗎 不會 你問他現在有沒有感覺 這你們兩個喔 對啊 這是我們 這不要先拿他照片 我怎麼會有 這是我們在前幾年 我參加比賽的時候 跟他一起比賽 你們兩個有在交往嗎 就是兩個人好像感覺過去 是 這個爸爸跟兒子 家豪 那 你多久就練成這樣了 差不多 兩個月就被推出來比賽了 兩個月就可以比賽了 對 但是那時候還不是很好 他那重點是要搭配那個蛋白是不是 對 沒有 那最重要是因為他的型 因為本身我們是選手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那種比率來抓選手 像我講實在 我五十幾歲了 我要能夠保持這樣是因為 我的比率很好 所以說我就自己要找一個好的選手 阿貴也曾經像你這種身材嗎 對 阿貴以前也 不錯 四五年沒有量 我覺得你怎麼那麼大 我比較圓圓的啦 比較稠的 圓圓的會得獎嗎 他也比賽過 他也拿過 阿貴也拿過第二名還是第三名 第二名 第二名 他也拿過 圓圓的也可以得第二名 他那時候不錯 他那麼年輕 現在年紀大 OK 以前那個時候年輕 他有三十幾歲也是一樣 跟我們一樣很馬手 所以劉德華要練 也可以練成這樣嗎 其實要努力的話也是可以 可是家豪 那你是不是有被健身的同行批評過說 健身不應該去當魔王 有喔 有這種聲音嗎 他算是在健美協會的一個教練 他在開會的時候當眾這樣子說的 他說健身健美要有健美的形象 那我們健美協會幫你推 沒事不要去當什麼魔王 那你怎麼回他 我就心裡面滿不好受的 可是不當魔王 那他要給你什麼樣的工作呢 因為我又不偷不搶啊 這又不是什麼壞事啊 而且應該有粉絲吧 現在這年頭 還會有女生要主動送上門嗎 一定有 這年頭應該比較少吧 女生喔 男生也有嗎 都有 所以他們怎麼跟你講 就 晚上要不要到我家來看錄影帶 他可能會用一些就是說 有事情請我幫忙 然後找我出去這樣 修水管嗎 修水管嗎 修電腦 修電腦 你 為什麼要假進了先生 修電腦 我在練這個以前我是電子科的 好不搭喔 好不搭喔 所以你的確會修電腦 我的確會修 所以你真的有修完電腦之後 就跟他就是還 繼續有一些別的遊戲嗎 修完之後 好想 我們就在一起了 好想 所以如果不喜歡的話 你不會隨便修他家電腦嗎 就說我不會修電腦 大家好 你有個同事是天兵 魔王 對 他今天沒有來 所以你也見過這個人嗎 對 他們都見過 對 他只要聽到 紅內褲 紅內褲 他就會把褲子給脫下 然後剩下一個紅色三角褲 所以那不是效果很好嗎 真的 但是每一集都這樣脫耶 什麼他...你們為什麼叫他天兵魔 就他感覺就天天的 他是不是會把主持人惹毛 他現在已經不在了 也沒有惹火吳宗憲啊 他就... 他有用水球砸他是不是 那你用水球砸吳宗憲 怎麼樣可以不要惹火他 所以他還是生氣了 沒有啦 憲哥人很好 他不會生氣 可是他也要被砸喔 對 那他會不會先跟你講好 就是小心一點 不要扎到他 他一直求勞 可是我覺得那一集的狀況 其實還滿特別的 那一集其實是Stacey 跟送心妮姐 然後他們兩個在PK 就是心妮姐 綁在上面的時候 憲哥就說 那我要先來示範一球囉 然後於是憲哥就狠狠地 砸了心妮姐的胸口 然後心妮姐就大生氣 然後就說 我送心妮什麼 老闆你現在給我綁上去 然後憲哥 主持了兩三年的百戰大勝利 第一次被綁... 是送心妮叫她上去的 她就真的上去了 而且大家在旁邊看了都好緊張 是有火的送心妮 不得已只好自己上去 對啊 所以他們兩個真的在交往 我不知道耶 那她上去之後 誰敢扎她呢 她 妳扎了幾球 我扎了兩球 都中了嗎 第一球輕輕地丟 那個天兵魔王她怎麼了 她對吳宗憲做了什麼 好像得罪到所有的工作人員這樣而已 你不是說她會說她要追哪一個女明星嗎 有 她常常這樣講 她很喜歡王瞳 對 她很喜歡王瞳跟小玲王子 那個天兵魔王是真的要去追女生 才加入那個節目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可是她每次不是都會脫內褲嗎 然後有時候她就會把那個王瞳的臉 然後就那個剪下來 然後貼在那個內褲的中間位置 然後脫下褲子的時候 就會露出王瞳的臉在那邊 對 然後旁邊還會寫一些很奇怪的字 像什麼 譬如說 那王瞳怎麼辦 結果王瞳也看得很開心啊 她是真的很開心嗎 她不就很和諧嗎 像個大家庭一樣 就很有效果啊 我也不知道她們是怎麼累 那結果 結果天兵做了什麼事情 離開你們節目 我不知道耶 而且現在那個童也不在 童現在去拍戲啦 所以她也不在節目裡面 所以天兵是會在那個什麼 你們有一個單元是要 把氣球放在胯上 然後讓人家坐下去 把氣球坐破是不是 對 有一次是憲哥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他安排幾個藝人 然後... 那女生就要跳上去坐在她腿上 把氣球壓破 對 那有一次天兵就把女人推開 她自己跑上來跳 然後還把... 坐斷了 坐斷了 然後憲哥就坐在地上 然後有生氣嗎 憲哥也很好 不會生氣 可是天兵就沒再來過了 天兵王有比你帥嗎 我覺得她比較帥 她還滿可愛的 她長得其實有點像日系的那種 帥...就是美型男 真的啊 然後身材卻是壯的 沒有啊 比較瘦 她不算壯耶 她就是很愛脫內褲 很愛脫褲子 所以她其實是適合演藝圈的 是不是 就還滿搞笑的啊 所以女生被她虧 也不會覺得那麼生氣是嗎 其實不會 她沒有讓你一絲感覺 想要侵犯你的身體的感覺 她就很好啊 對啊 所以她也不算天兵啊 她應該是製造效果吧 她製造效果有點過頭了 那請問洪心寶 你也得到了粉絲嗎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你沒有跟民眾亂來嗎 沒有 為什麼剛才是可以問一下 我沒有要進這些 所以現在還有民眾會認住你來嗎 不會啊 那當時洪的時候 就是得到的是什麼 就大家會叫你簽名拍照 對 可是 就是通常人家誤認為我大牌 不理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還要忙於幕後工作 你要兼任幕後人員 對 我在我們公司手邊有兩組節目 頑皮家族跟百戰百勝 OK 然後說有時候要出國 出國回來要加戲 加戲有時候還要幫攝影師 攝影師挪機器挪到下個game 你要做很多事 對 所以你沒空跟民眾打交道的事 跟洋熊不一樣 因為洋熊 所以洪欣寶現在還是做這一行嗎 也是演藝嗎 對 演藝的幕後 那當時是被逼著當魔王了是不是 對 因為黃導播說 找不到人 高海胖瘦的企畫 找不到人自己下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經紀公司 很多都相片過來一直在挑 那劉德華是你找的嗎 他本身也是我們幕後工作人員 他也是工作人員 本身也是工作人員 可是被當魔王走紅之後 應該很開心吧 真的嗎 因為你是不是還紅到 有接其他Case 廣告我也拍過 你拍什麼廣告 什麼飲料啊 汽車啊 都有拍過 真的嗎 泡妹也拍過 汽車請問劇情是什麼 然後還有瓜哥的那個 那個酒的廣告 OK 阿沙里 你今天的髮型是魔王的髮型嗎 好可愛耶 這個啊 是他們幫我輸的 所以你本來的髮型是長髮嗎 現在是長髮 然後有卷還是說直的 自然卷 劉德華這個髮型還滿 滿有阿姨的感覺 劉海... 沒關係啊 不用弄沒關係 為什麼會想要留長髮呢 這是你以前的照片 對 這是我以前的 所以誰叫你擺這麼夢幻的朋友 對啊 趕快是... 弘欣寶是你叫他擺的嗎 所以獸魔王有規定要走比較... 柔情 對 然後我們每套開場的服裝出來 我都要拍 拍一套春打 OK 所以你從以前就喜歡 比較柔性的感覺嗎 我都有啊 所以有遇過藝人耍大牌嗎 就是... 在玩遊戲下水的時候說我們吃他豆腐 所以你吃他豆腐嗎 可是魔王實際上會吃豆腐嗎 那個時候我們是沒有吃他豆腐 他是為了他下水然後救他起來而已 是碰到他胸部是不是 那也是不小心的 然後他就在雜誌上說 我們是某某人然後吃他豆腐 激恨到現在 那個... 你們魔王在水中救人 的確會有比較親密的肢體碰觸 沒有 其實我講實在的 我們那時候在當魔王的時候 下去救人的是工作人員 我們那時候在... 那時候在百戰百勝的時候 魔王是...我們魔王在上面的 不下水的 下面下水的是工作人員 其實女孩子下水的時候 像我們以前下水 我們把人丟下水的都是給他 轉一圈半到兩圈 為什麼他轉一圈 那就水花 因為撥出來好看 都沒有人摔成重傷嗎 我記得有一個團體 一個女孩子 三個還四個 他們那女孩子就玩那個 桂河大橋的時候 摔下來爬到那個旁邊乾索 身上就全部搓 搓傷 我還記得一個歌手 一個女的 好像摔下來這臉 下巴這邊都弄得到 對 應該不至於有到半生不隨的人吧 我記得好像以前有一個 有...新人 新人 有一個新人參加過 摔得好像... 就是住在這裡嘛 對 臉部這邊 保險賠了五百多萬 對 有... 那他後來有... 好嗎 不曉得 是Baby嗎 就那時候LA Boys的親戚 我不曉得 反正有一個就是摔得很嚴重 賠了五百多萬 因為我們那時候 百戰百勝有特別有買保險 對 買得滿高的 都有投保險 都有投保險 來 參加者都有保險 那很多人想上啊 都排隊啊 都用抽籤的 每天大隊 英寶講人家災難也笑咪咪 會吹笑啊 你是製作方 你不會覺得有人受傷 你會很害怕嗎 因為執行製作啊 出錢是老闆嘛 反正製作很會賠 所以摔了也不干你的事 會關心一下 所以你們現在會很 就是很嚮往當時走紅的感覺嗎 就是被民眾觸擁 還是有一點啦 還是 其實我講真的啦 這個百戰百勝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現在走到街上 人家看到我 30歲以上有人看到我 還認同 你這個魔王 劉正華接下來是要 回來當議員嗎 接下來一樣是目前幕後 只是看說我接到幕前我就走幕前 接到幕後我就一樣做幕後 OK 那張先生呢 你現在生活的重心是什麼 沒有啦 健康就好 健康就好 平安就好啦 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叫你減肥是為了健康嗎 我會減肥 所以打著白魔王的旗號 對你的生活有幫助嗎 沒有什麼啦 沒有什麼 我覺得他比楊熊生活話很多 他好生活話 好像你好像我爸的朋友 這種台藝晚天都不是在上街嗎 整個你看座姿都放鬆 妳就都沒問我 我就輕鬆就好 所以現在最開始要發展 演藝線下去家好吧 沒有啊 你除了當魔王之外 有受到 我還是以運動員為主 我希望可以代表國家贏的比賽 OK 所以還是會往這個方向走 對 不要當演藝人員 我本來就不是藝人了 真的嗎 對啊 魔王這個角色其實 要謝謝那個 製作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沒有要當明星就是 運動員 我喜歡當運動員 OK 對 那最後可以拿水桶來潑你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跟我講為什麼 你跟我一個理由 你跟我一個理由 現在是不要進網關 你跟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不男生過那 所以我叫家豪拿那個撞你肚子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洋熊大哥笑話有話 洋熊大哥 你非天下下體啊 你非天下下體 他們讀書的人都練很硬的 其實我講實在 那個水應該潑到他身... 下康永生的話 搞不好會更好 沒錯,你看他還有一機會 我們訪問一下進行一下 好,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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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Depid Food feel good A-T Food feel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